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幼著如来 所以最盛故 明大丈夫 这是第五课 无上正等菩提处 所消处分五大课 最后一课是无上菩提 无上菩提里边分三课 第一课正第二课解释里边分五课 现在是第二课是最盛 最盛里边 有七种 一共是七种最盛 七种最盛里边 七种最盛里边 这个第四课里边分种类 就是七种最盛 七种最盛里边 第一个是所益最盛 第二个正行最盛 第三个圆满最盛 第四是自最盛 第五是威力最盛 第六是断最盛 第七是柱最盛 都解释过了 现在是第二课 是益明 前面是种类分七种最盛 现在说益明 又诸如来 所益最盛 名大丈夫 说到他不同的名字 第一种最盛里边 就是所益最盛 这个所益最盛里边 又名为大丈夫 就是特别有作为的 正行最盛故 第二个是正行最盛 正行最盛就是有大悲心 智力的功德圆满了 广度众生 是由大悲心所推动的 所以正行最盛 又名为大悲者 大慈悲心 这个圆满最盛 第三个是圆满最盛 就是戒圆满 戒圆满 鬼哉圆满 敬命圆满 是圆满最盛故 明大戒者 就是佛的这个戒 非常的圆满 即大法者 佛能够圆满地异地 所以名为圆满最盛 名为大法者 智最盛故 明大慧者 这个第四是智慧最殊胜 前面的解释就是事无外戒 明大慧者 是大智慧的人 魏力最盛 魏力最盛故 明大神童者 魏力最盛就是六种神童 所以又名为神童者 大神童第一 魏力最盛 断最盛故 断最盛故 断最盛 断出一切的烦恼 明大卸脱者 前面解释是清净之 清净之 清净之 一切之 无止之 清净之里边说 邪脱烦恼 一个是邪脱烦恼 还有烦恼的吸气 变一切法 变一切法 无掩物 这是三种烦恼 第三种变一切法 无掩物 就是在 《据舍论》上说是 一个言无的无知的烦恼 一个是不言无的无知的烦恼 这个言无的无知 是属于爱烦恼和见烦恼 这个不言无的无知分两种 一个是习气 一个是变一切法 有无掩物的无知 有无掩物的无知 这个习气应该是 还是无明 有威脆的执着 这个变一切法 无掩物的无知 正好是天台中说的 沉沙祸的意思 那么这里边说 这个断罪圣 这三种烦恼 完全地清除了 所以是个大泄脱者 不像阿罗汉毕之佛 还没能完全大泄脱 寻宫 住最圣故 明多安住 广大住者 佛这个 有圣住 圣住 就是空无缘无相 三善昧 多住于空善昧里边 还灭尽定也属于圣住 还有天住 凡住 是多安住 就是佛多数安住在空泄脱 无愿泄脱 无相泄脱 有的时候也是安住的 所以是多安住在空三昧 多安住在舍界第四三 多安住 慈悲喜舍 是无量心的 卑无量 不是说其他的不安住 是广大住者 佛所住的地方 不管是在哪一个住 境界都是广大 不可思议的 这是说七种最生的义名 广主如来 略有十种功德名号 虽念功德 是解释这无上菩提 第一个是要自性解释 自性里边分三种解释 第二个就是要最胜来解释 现在是第三 十种功德名号 虽念功德 这个念佛的时候 我们现在 这个念佛法门 就是念佛的名号 另外一种念佛的十种功德 是有无量无边的功德里 这一颗里边分四颗 第一颗是标 广主如来 略有十种功德名号 简略地说 一切的佛有十种 是对功德所立的名号 就是按照他的功德 来安立他的名号 这是略随广说 这是略随广说 佛有无量无边的名号 随念功德 要随顺十种功德 来意念佛的名号 这是一个非常殊胜的法门 这是一个标 下边是真 何等为师 哪十种呢 下边列出来 为婆切凡 好为如来 应 正等觉 明行圆满 善事 世间皆无上丈夫调欲事 天因是佛 婆切凡 这十种名号 这是列出来 下边第四课解释 本四课第一课先解释如来 言无虚妄 故名如来 这个如来怎么讲呢 就是言无虚妄 佛此从成道那一天开始 乃至到最后入涅槃 他所说的话 都是真实不虚的 所以叫做无虚妄 所以叫做如来 这个如在这里看出来 就是当成实讲 这个他说的话 和说表权的道理是一致的 没有说错 就是如 他说的这一切话呢 都是从成实中来 所以叫做如来 佛为一切众生说法 都是真实不虚的 有这样的意味 这是第一个 第二课是 宜得一切所应得意 应这世间无上福田 应为一切共进共养 事故名应 这个应这个话 通常我们在经论上看的名字 这上面有个共字 应共 但是这里的欲切众生论 只是个应字 那个共字没有标出来 宜得一切所应得意 所以叫做应 就是佛经过三大阿生期节的修行 经过三大阿生期节的学习 最后成佛的时候 他已经得所应得意 就是无量无边的功德都成就了 前面标出来 百四十种不共佛法 都成就了 佛的大智慧 大慈悲 大神童 这一切一切都成就了 所以叫做应 应做世间无上福田 这是第二个解释 佛能够做世间一切众生的无上的福田 没有人更高过佛的了 能为众生做福田 能生福 像种这个田地 你种上各式各样的古物 各式各样的这些事情 都能令你有所受惧 应为一切共精共养 佛得一切所应得意了 所以应为一切众生共精共养 能得无量无边的福德 所以叫做应 这个应这三种解释 第一种解释 是按照佛本身的无量无边的功德说 后两种解释 要利益众生说的 如其圣意 教诸法固 明正等觉 这是第三个佛的名号 如其圣意 教诸法固 这个如就是无差别 是相同 彼此是相同的 这个 诸法的圣意 这个殊胜的道理 它是怎么样 佛就怎么样的能够印识它 这叫如其圣意 不像我们凡夫 有些虚妄的境界 不能如其圣意 这样子能教误一切法 教误原成实性 教误于它其性 教误遍迹之 遍迹之是毕竟空的 所以叫做正等觉 教误这个圣成实是一些法平等性 教误于它其 那么一切法是有差别的 有远无的一它其 也有清净的一它其 那么这是佛的后德制 教误原成实就是佛的根本资料 那么这叫做正等觉 明为三明 行如经说 只观二品 集散圆满 世故说明明行圆满 这是第四个明号 明行圆满 这个明指什么说的呢 就是佛的大智慧 但是这里说三种明 说三种明 就是许命明 就是许命明 天眼明 漏进明 说是三种明 许命明 就是众生过去 从无世界来的生命的情况 都已经过去了 都是无常了 这个天眼明 就是能够观察 未来的生命的情况 我们众生幼眼 无所知 有的人就是武断的 就是说是 人死了就断灭了 那就是有断灭间 那么要是有天眼明的话 你就会知道未来的生命 还有各式各样的情况 并没有断灭 能破除断灭 这个要是有许命明 能通达过去生命的情况 都是无常了 能破除去常见 那么中间的也就是 漏进明 得称圣道 有圆满的智慧了 断除去一切烦恼 成为圣淫了 这叫做漏进明 漏进明 就是没有断间 也没有常见 安住中道 名为漏进明 这个佛这三种明 积善圆满 不是生活圆脚 不是所能积的 所以叫做明积善圆满 这个行是什么呢 如经说 只观耳品 就是一个是直 一个是观 内心里面安住不动 所以叫做直 观也是 还有大智慧的观察 所以这是两类 这两类你们是行 佛能够这两种行 都能够圆满成就了 所以加起来 就叫做明行圆满 看这个批询记 明为三明等者 闻所成地中说 当之危险 于前后中继 断肠二边 斜直 献法涅槃 欲此沙门 婆罗门 无名姓故 建立三明 这是在四手成地 我们学过了 当之危险 于前后中继 就是前继 后继 中继 把这个时间 分成这三个阶段 这个前继就是过去 后继就是未来 中继就是现在 在这个前后中继 这里边呢 有断肠的 二边的邪知 我们凡夫 与未来不明白 有断边的邪知 所以过去我们不明白 就有常地之兆 这是一种之兆 以献法涅槃 涅槃于之 有的众生 不相信 有凡夫圣言的差别 因为凡夫的境界 我吃饭吃饱了 很香就是涅槃 或者是得到舍计定 得到无舍计定 就是涅槃 这都是于此的境界 直到常 直到断 直到献法涅槃 这都是于此 现在这里边是说 显示众生这种于此 这个沙门婆罗门的 无明性故 谁有这种于此 就是世界上的沙门和婆罗门 有这种于此 建立三明 建立这个 许命名 建立田野名 建立陆进名 破除去这三种于此 在零本十四卷七 说一门份 十行圆满 未有行 二行 两种行 两种德行 一者行横 二者住恨 念恨也可以 恨是要果说的 行是要阴说 你这样做 以后有所成就 就是得恨 这个是诸为四种增上心法 献法乐住 这个 诸这一种德行指什么说的呢 就是四种增上心法 四种增上心法 就是舍戒四禅 舍戒初禅 二禅 三禅 四禅 有这样高深的禅定 那么叫做四种增上心法 这个心也叫做定 增上戒 增上心 增上慧 那么这就叫做住 也名为宪法乐住 所以我们没有啊 我们修宵舍戒定成功了 但是我们并没有升到舍戒天 我们还是在阴间 我们有初禅 二禅 三禅 四禅的功夫 那就叫做献法乐住 就是这个法 就是我们的舍戒显行识 就是现在的舍戒显行识里边呢 有舍戒四禅的乐 叫做乐住 这个就叫做止 直 直行观行 前面那个行恒就是指观说的了 佛还有大智慧 不只是有定 其中还有大智慧的 持终微说 直观二品 这两类 记彼住恒 说说影子 这是这个明行圆满 这样解释完了 上升最急 永不退还 故名善事 这个善事这句话这是第五课 怎么解释呢 上升最急 就是向上去 这个是就是去了 到什么地方 到什么地方去了 是向上去 是因 生到天上去 向上去 但是我们到天上去 如果没有修小佛法 还会掉下来的 还会堕落下来 堕落下来的就不是好 这不是善事 如果到了阿罗汉的时候 到了毕之佛那里去 到了乌云涅盘那里去 是比人间天上好的多了 但是没有大悲心 广度众生 还是有所不足 不是那么圆满 也不明为善事 要是超过了 阿罗汉毕之佛 有大悲心 到极圆满的境界的时候 这时候叫做善事 是上升最急 最急高的地方了 永久也不会退下来的 所以有大悲心广度众生 但是他那个境界并不受影响 所以不会退堕的 那就叫做善事 所以在耀飞这个时候 宋朝这是南宋唐高中的时候 有一位高僧批评秦桧的时候 是个坏蛋的 那么秦桧就派人要来杀他 这个人要到了的时候 那高僧坐着就走了 所以名字为善事 当然这个也可以这么解释 但是不能和佛这个善事相比 不能这么说 善知世界既有情界 一切品类眼镜相顾 明世间界 这是第六个 什么叫做世间界 善知世界既有情界 佛是能够善巧地通达 世界是怎么回事 一切友情是怎么回事 世界里边也有很多的品类 友情里边也有很多的品类 比如我们所能知道的 阿弥陀佛国是清净的世界 那么我们居住的是地方叫五座阿弥陀 这是五座的世界 世界有眼镜的不同 其实还有很多的差别 这个众生有情的世界 也有很多的差别 不是三个道 有一种情形 阴间是个情形 天上又是个情形 一切品类都有眼镜的相貌的不同 你都能够通达 那么就叫做世间界 这个世界 世界也是众生的供业所招感的 它本身也是没有体性的 众生的果报也是由业力照感的 这个都是一种苦恼的境界 在这个苦极灭道四地来看 众生的果报 众生居住的世界都是苦地 苦极灭道四地就是个苦地 是基地所造成的 那么这件事佛是能够知道 能够通达无碍 所以叫做世间界 一切世间唯一丈夫 善知罪生调行方便 事故说明无上丈夫调遇事 第七课 无上丈夫调遇事 一切世间 就是使法界里边 唯一丈夫 唯独这一个大因 善知罪生的调行方便 这个调行 就是我们的心 有很多的乌眼 我们心里面有很多乌眼 有很多的烦恼 有很多的不圆满的地方 需要用佛法来调 使令他清静 使令他有广大的道理 那么就需要调才可以 这个调心的方法 方便就是方法 是最殊胜的调心的方便 那当然就是佛法 是善知罪生调心方便的 唯独这一个人才能通达 那就是佛陀了 事故说明无上丈夫 就是没有人能高过他 所以也无上丈夫 他有什么能力 才能调 调遇 这个遇性驾车 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心就是个车 你能调他 就像你能驾车似的 所以叫做无上丈夫调遇事 唯死眼故 唯死自故 唯死意故 唯死法故 这是四句话 这四句话是标 下边呢 下边呢 欲咸了意 唯开导故 下边一共有六句 来解释前面的四句 是这样意思 唯死眼故 这个眼 一共有五种 一个右眼 天眼 慧眼 法眼 佛眼 十眼 就是这个眼睛 它的功能非常的强 而没有错误 没有病 这个眼睛没有病 就是它的功能非常的圆满 那么就叫做实眼 为实眼故 就是它成就了五种的圆满的眼 所以叫实眼 为实自故 为什么称之为天眼 就是它有真实的智慧 能通达诸法的真实相 那么就叫智慧 有根本志 有后德志 这个实眼和实智 是在能观察这一方面说的 这个 言和智来对比 其实言就是心了 心说的 心只是有明了性 当然要有病的 心里面有病 这个明了性就受到无言了 它的功能就有所不足了 现在是说没有病 现在是说没有病 这个为实自故 这个智慧 也是和心在一起活动的 但是它能通达一切法的真实相 那和心的作用 那和心的作用又不一样 这个用我们现在的情形来说呢 比如说是我们现在看见光明 看见光明 看见光明当然我们是眼睛看见的 实在是心看见的 就是眼识就是心 眼识也和第六意识同时活动 加起来就是心了 心只是能发现这件事 但是对于所见到的事情里面的内容的情况 你要能正确没有错误的印识 那是要智慧 所以智慧和心也都不同 那么这两方面呢 实言和实智是在能观察这一方面说的 下边为实义故 为实法故是所观察的 是所印识的这方面说的 这个实法 这个法是能全显义的文句 叫做法 意是文句所全显的 所显示的道理 叫做意 那么这两方面呢 是所观察的 这是当然是超过了凡夫的境界 也超过了阿罗汉以上菩萨的境界 能达到极圆满的境界 那就是天因思量 那么这四句话是标出来 看这批寻记 它有一句话 为实远故者 于切所知境界 如实现见故 就是真实地显现出来 所印识的境界 所印识的境界 它的真实的相貌 显现在你的心里面 那就叫做言 好 它只是有这么一句解释 于显了意 为开导固 这个 这个诗言 是什么意思呢 于显了意 为开导固 就是 把这个道理显示出来 是要有你的心 要有你的眼 来开导 才能把这个意 显现出来 现在这里有一个灯 如果没有眼睛 你是不能看见这个灯的 没有光明 你是看不见的呀 所以需要有这个心 需要有你的眼 把这件事开导出来 然后你才能印识它 所以叫做显了 把这个意显了出来 那就是你心的力量 就是你的眼的力量 世间 除世间的事情 有佛的大 佛的无言 才能把世间的意 世出世间的意 开导出来 开导这件事 当然我们没有这样的眼的时候 那也就等于是无明 无明在伏辟这件事 我们不认识所伏辟的境界 就被遮障住了 但是佛不是 佛把一切的伏辟的境界 都除灭了 就开导出来 所以很多的很多的 世出世间的道理都显现出来 叫做显了意 余所显了的意 做开导的作用 先要开导 而后才能显了 那么这就就是眼的作用 余切意 为所依故 是依故 有两个解释 可以做两个解释 这个显了一切意 的时候 这句话 就这么一说也好像可以懂 但是还是不是那么简单 需要安利各式各样的明具 安利各式各样的明具 这个意才能显示出来 所以说是舍受响行行思 就是显出了这五样的事情 言而必须深意 说是四年初 世正秦三十七道品 十六波罗密 无量无边的这个法意 要安利无量无边的明具 这个意才显现出来 所以是 欲显了意为开导过 实在来说 就是佛安利无量无边的明具 才显示一切意 这个意 要意无量无边的明具 才能显示出来 欲切意 亦以为所亦过 很多年前 我们学习法和文具记 法和文具经习寻者说 说礼乌独立之能 当然照这句话 这个礼义是不能自己独立 实际上就解释过去了 但是当时我没懂这话 实在说 礼义不能自己又显现出来的 要用种种的明言 才能显示这个道理的 离开了种种的明言的时候 什么是道理 你知道吗 就很难知道 所以这个 欲切意为所亦过 就是安利了种种的明言 这时候一切意才能显现出来 这样讲这句话 就是为实自顾 这句话有这个意思 这是佛的智慧 安利种种的明言 一切意就显现出来了 也可以这么讲 这是一个解释 第二个解释 一切的意义 是由你心安利的 也就是由你分别出来的 世界上一切一切的事情 是由心相生 由你内心的思维显现出来的 所以你内心的思维 是一切意的依止处 这样讲呢 那就是解释前面那句话 为实眼固 那就是你的心 你的心为一切意的所亦 这样子说 就是佛能通达这个意 所以佛叫做天因事 这样意思 说佛一切意为所亦故 这是用这两个意思来解释 佛不了意为能了故 佛所生意为能断故 这都还是解释这个诗字 佛不了意为能了故 就是我们不明白这样的道理 我们众生不明为什么道理 但是佛能够明了这些道理 能开导我们 这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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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所生意为能断故 我们听闻佛所说法 我们有的明白 有的还不明白 有的还有疑惑 佛能够为我们所生出来的疑问 能断 能断我们的所生意 那当然这是佛的后德字 佛的后德字 能断意 能为众生说法 是于不了意为能了故 就是佛能为众生说法 众生有疑 佛还能够断意 这是佛的后德字 要是于不了意为能了故 佛在佛自己本身的无分别之能通达第一地 无分别境界 为能了故 那是佛自己的境界 那么这样讲 那就是根本质 要是为众生说法 能令众生通达圣意 那么那就是属于佛的后德字了 所以 于所生意为能断 这句话 那当然佛的后德字 于甚深处 为能显故 令明禁故 这是这个 为失意故 就是这句话 为失意故 于甚深意 那这个就是 这个意有浅 有不是那么深深 容易明了的 那就是浅的意思 浅的道理 甚深意是不容易明白的 那么这是什么呢 我们凡夫 一句文句 一句种种的文言 我们能明白什么道理 这都属于前伯的 要是立切明言 得到圣道 成就无分别之 才能明白你 那是甚深处了 那是甚深意 于甚深处 唯能显故 这唯有圣音 你修效圣道 成就了无分别之的时候 才能够显现出来 这个深深处 深深的境界 令明禁故 令明禁你 就是 我们这个 没得圣道的时候 我们一句种种的明言 我们也能明白 但是不明禁 因为你还有虚妄 分别在那里做障碍 不明禁 需要经过长时期的修小子观 要是除灭一切的延误 你的智慧明禁了 这个甚深处才能显现出来 那么这也是 为十亿故 欲切法 为根本故 欲切法 为根本故 就是这个 为实法故 这一句话 或者这句话 还说前面也可以 为十亿故 为十亿故 佛为众生说法 是根据十亿 安利一切明言 来开导一切众生 所以这个义是言说的根本 为十亿故 为十亿故 是言说的根本 欲切法 为根本故 那么这个法 就是明言 叫做法 这明言是一亿 而安利的 所以义是一切法的根本 为开导故 为开导故 义是明言的根本 但是明言能开显是义 义根据义 安利明言 从明言上才能去明白义 所以义能够开显法义 明言能开显法义 所以明言是开导者 这是佛根据所物的 第一地 安利种种的明言 来开导众生 那么这就是开导 但是我们要是学习佛法的时候 也可以一亿诗文 根据他的真实意 来解释这一段文 所以义也能开导明句 明句也能开导义理 所以为开导故 为所义故 为所义故 义为所义去安利明言 明言为所义去通达真实义 为所义故 当然这是要 不但是为私法故 要解释这一句话 就是以私法 就是明言之所义 才能明白真实义 能证教诫 教授天言 令其处理一切重苦 我们学义 我们学习佛法 佛法就是两部分 一个是法 一个是义 学习佛教的法和义 佛也就依据这个法义 来教诫天言 来教授天言 六道众生里面 天和银 容易明白佛法 容易修成圣道的 令其处理一切重苦 佛以法义 来教导众生 泄脱一切生死大苦 事故说佛明天言 佛有这样的功德 为师眼故 为师智故 为师义故 为师法故 所以佛是天言之师 天言之师父 看这个批询节 于一切法 为根本故等者 奢侍分说 本论的奢侍分说 由如来出事 有比较可知故 佛出事间了 言说一切佛法 这时候才有佛教 我们从此可以有所知 可以知道什么是苦极 什么是灭道了 说故说是尊 唯比根本 那么这样讲 当然是佛法的根本 又说要有欲中生诸一货 唯一是尊乃能绝了 我们要有佛才能为我们断意 故说是尊为所一之 灵本八十五捐二十一页 此应尊之 余能隐射异立法具 余能隐射非毅力法具 余能隐射非毅力法具 便一切种现前灯脚 故名为佛 这是第九段 余能隐射异立法具 这个法具 其实也是语言 或者说是文具 这里边都是很多很多的 都是一个系统一个系统的 所以叫做具 这个法具 你要能够学习 你要肯运功的话 能隐射异力 能隐射有道义的利益 不是一般的苦恼的事情 就是能成就 能够成就功德的法具 余能隐射异立法具 这样的语言文字 你要去学习的话 你要那样去做的话 能令你成就 没有功德的事情 就苦恼的事情 这是又一种 余能隐射非毅力 余能隐射异立法具 另外还有一种 它能够引发出来 也就是能成就 也不是有功德 也没有罪过 这样的法具 便一切种 现前等觉 顾名为佛 这是三类 这三类 也就包括了 世俗世间的一切法了 现前等觉 就是 这个人对着三类的法具 他现前等觉 不需要去参考 想一想 不用 他立刻就知道 通达什么叫 毅力的法具 通达什么叫非毅力法具 通达非毅力 非非毅力的法具 顾名为佛 佛翻中国话叫做脚 他能脚无这三种法具 顾名为佛 看这个披群记 余能隐射 毅力法具 等者 当之此要 如来一切种子 这三段 是要佛的一切种子说的 种这个字是类的意思 一类一类的 世间上 云是一类 天又是一类 善法是一类 恶法是一类 世间法是一类 初世间法又是一类 就是很多很多的种类 佛都能通达无碍 所以叫一切种子 顾名为佛 是建立品说 现在是菩萨地 菩萨地里面有一个建立品 是为主如来 以要言之 于三句法现等正教 说是一切佛 不但是释迦佛 十方三世一切佛 简要的来说 一切佛对于这三具法 这三类法 现等正教 就是现前平等地都能教五 何等为三 一者能言有义具法 就是有功德的事 二者能言无义具法 没有功德的事情 三者非能言有义具法 非能言无义具法 这是灵本五十卷 十二页说的 始终能言有义具法 未及三成圣道 诸所有法 我们通常解释这个道理 可能有义具 我说是善法 非义具 就是恶法 其实这三位 平行系的作者不这么讲 他说这个 始终能言有义具法 未及三成圣道 有功德的事情 就是三成圣道 身分圆角佛 这是有义具的 有功德的事情 因为这样子 他成就了以后 他没有什么后患 这是三成圣道 所有法 能言无义具法 未比外道 世间诸所有法 能言无义具法 就是比外道 就是除了佛教以外 其他的宗教 非无义具外道 和世间诸所有法 世间诸所有法 有的事情 也是隐所欢喜的 但是最后令你苦恼 所以他不是 他能言无义具 能施令你苦恼 不是义具 非能言有义具 非非能言无义具法 未尹天称诸所有法 就是隐间天上这些善法 这些善法 他也不能说 他是有罪过 因为你做这些善事 也能得到多少安乐 但是也不能说 他是功德 因为他终究有一天 就又失掉了 所以又令你失望了 这样解释 把这个三类这样解释 能破诸摩 大力军众 巨多功德 名伯洁凡 这最后一句 伯洁凡 古代的翻译经里 翻成中国话 翻个四尊 他这里还用原来的这句话 没有翻成四尊 他的含义是什么呢 能破诸摩 大力军众 能破坏很多的摩 摩有很大力量的军众 他有力量能破摩 巨多功德 这个人他巨足了很多的功德 这个人那么就叫做 波及凡 看这个批心记 能破诸摩 大力军众等着 为烦恼摩 运摩 时日摩 志在天摩 这个 这是一共四种摩 四种摩 主要就是烦恼摩 我们心里面有很多的烦恼 他对我们有伤害 所以叫做烦恼摩 运摩 就是我们这个身体的果报 由烦恼 所得的这个果报 这个果报这个身体呀 所受显现是 他本身呢 烦恼摩 单独历史公摩叫烦恼摩 那么我这个运摩本身就变成无际的了 但是他呢 实在是总说的 就是很多的无时节以来 没有得果报的业障都在身体里面 都在这实实现实里面的 所以他还是个摩 实摩 就是这个生命结束的时候 对我们也有很大的破坏性 自在天摩 就是欲界天 欲界顶天 那个人不相信佛教 有破坏佛教的事情 就自在天摩 四名叫做诸摩 能破如是四种摩愿 明波及凡 他就主要是有 有波尔波罗蜜 有高深的三昧 有大悲心 所以能破这一切摩 就叫做波及凡 有波及凡 有六个种功德 名字为波及凡的 一是自在意 这个自在什么意思呢 我们不自在就是心里面有烦恼 你心里面有贪心呢 你所贪的境界一变化 你心就不自在 那么要是断了烦恼的时候 心就自在 所以这个自在意 是断烦恼的意思 是断一切烦恼了 他心里面是自在的 二是吃胜意 吃胜就是智慧特别勇猛 有大智慧就是吃胜意 三是端颜意 就是他的身体有三十二项 八十种好的状元 四是明成义 就是他的明成普温 十方世界有智慧的人都知道他 五是吉祥义 这个吉祥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十方世界的大智慧人 都称扬赞叹他 所以叫做吉祥义 六是尊贵义 尊贵都是 十方世界的众生都是恭敬供养他 所以叫做尊贵义 如佛的经论解释 所以分五颗 第一颗就是智慧解释过了 第二颗是最圣解释完了 第三颗是十种功德 名号 随念功德解释完了 现在第四颗是出现 就是成佛的人出现在世间 把这一条的意义解释解释 第一颗是标 或有多阶 乌有义佛出现于世 这是我们这个世界上 这个多阶 就是很多的阶 就是分四个阶 成诸坏空 成诸坏空算是一个大阶 这个诸阶你一共有二十个阶 一增一截呢 算是一中阶 就是二十个中阶 合起来就是一个诸阶 这个诸阶是二十个阶 那么成阶也是这么多 坏空都是这么多 就是成诸坏空就是四个二十个阶 二十就是八 八十个中阶合起来名为一大阶 那么就是这样说 多阶应该是指柱阶说 成阶这个时候这个世界还不能 还没有人在这个世界上住 坏空也没有人在这个世界上住 只有柱阶的时候 这个世界上有人住 所以多阶应该指中阶说 是或有多阶 无有一佛出现于世 很长很长的时间内 这个世界上一位佛都没有 或有一阶 有众多佛出现于世 或者是一个中阶 一共有二十个中阶 二十个中阶里面 有二十个中阶 就是每一个阶里面 有很多的佛出现在世间 也有这个情形 看这个批语计 或有多阶等着 此中多阶一阶 要一世界为论 要是我们这一个世界来说 一显于一世界 如来出现 或有或无 或者有佛出现世界 或者没有佛出现世界 或一或者一阶或者多阶 或者一佛或者多佛 言多佛出定不居是 很多的佛出现在这一个世界里面 一定不是同时的 事故始终说一阶言 未继世间一成一坏 明一结故 这个一成一坏明一结 那就是一大结了 这是标 下边加一结实 分两颗 第一颗是成多佛土 多佛出现世界 分四颗 第一颗标 是比比十方 无量无数 比比 那个是东方 那是西方 总而言是十方 十方有无量无数的诸世界中 有无量无数的世界 这个世界里面 因之同时有无量佛出现于世 因为这有无量无边的世界 所以有很多的佛出现在世间 这是 这是标 下面第二颗是正 何一故 什么原因 下面第三颗解释 分三颗 第一颗是显正 分两颗 第一颗明修音 分两颗第一颗总标 于十方界现有无量无数的菩萨 同时发愿 他方世界的菩萨也发无上菩提心 此世界的菩萨也发无上菩提心 同情修及菩提之量 发愿了以后 因为他是很诚恳的发愿 所以他发愿以后 他会很精进的 用功修效圣道的 不像我们发愿的不诚恳 发愿了以后还睡大觉 不用功修行 这是不同的 是同情修及菩提之量 就是无上菩提的因 这是同时发愿 下面第二颗 同修我之量 要一菩萨愚如是日 愚如是愤 愚如是月 愚如是年 发菩提心 愿居菩提 要是一位菩萨 在这一天 在如是愤 这一天或者是午前 或者是午后 或者是早晨 或者是晚间 如是分 愚如是月 在这个月 在这一年 发了菩提心的 愿居无上菩提 寄于此日 寄于此分 寄于此月 寄于此年 一切一而 就是此世界的菩萨这样子 他方式也是这样子 如意菩萨永恨策立 此言精进 一切一而 这是同修之量 如一位菩萨 他勇猛精进自己 策立 辩策自己 勉励自己 不懈怠 痴言精进 就是很显著的 很勇猛的精进的修行 这位菩萨这样子 一切也其他的菩萨 当然也可以这样子 现在第二个是举现见 于今现见 此世界中多百菩萨 同时发愿 现在我们可以看得见的 在这个世界上 多百余菩萨 多少百余菩萨 很多的菩萨 同时发了无上菩提愿 同时能修布施波罗蜜多 同修境界波罗蜜多 同修引辱波罗蜜多 同修精进 同修晋 同修智慧 同修智慧 波罗蜜多 修六波罗蜜 旷于此方无量无边 诸佛世界 无量无边的菩萨 修六波罗蜜的 看这个平行纪 此世界中多百菩萨等者 此一世界明此世界 未及此方三千大千世界 修成修坏 这三千大千世界 是同时成同时坏的 总名叫做一佛世界固 要与此方现有无量无数 三千大千佛图 这是第二个 遮非 前面是说的是对的 现在这里也说 正面说是不对的 三个第一个是遮 一世界一时成佛 要与此方现有无量无数 三千大千佛图 无二菩萨 同时修极菩提之良 不是有两个菩萨 同时修极菩提之良 巨石圆满无上菩提 于一佛图 并处于在一个世界出现世间 一时成佛了 不是这样子 旷有无量无数菩萨 于一世间一时成佛 这两个菩萨同时成佛都不可能 何况是有无量无边的菩萨 在一个世界同时成佛内 看这个批心记 于一世间一时成佛者 一佛世界明一世间 定无众多菩萨同意十分 于众现成正教 由一如来 于一三千大千世界 仆能实作一切佛事故 为什么在一个世界 没有多佛在这成佛呢 理由是什么呢 真是说了 一位佛在这个世界成佛以后 他有能力 仆能实作一切佛事 他诸可以夫宅做这件事 就把这件事做好了 不需要多佛 所以别的菩萨成佛 就不在这里成佛了 是这样子 这个理由是这样子的 下面第二课 这前后必次第成佛 又不应言众多菩萨 同时修集菩提之良 具实圆满前后相必次第成佛 你也不应该这么说 众多的菩萨同时的 修集菩提之良需要圣道 同时的功德圆满 功德圆满不能同时成佛吗 前后相必 我等一等 你先成佛 你成佛 我再成佛 不是的 不是这样成佛 此次成佛 这是下面第三课 遮余菩萨皆不成佛 以不遮 以不应言 一切菩萨皆不成佛 不应该这样 那么我请你先成佛 你请我先成佛 那么大家都不成佛了 不是的 以不应言一切菩萨皆不成佛 这是第二课 下面第三课 事故当之众多菩萨 同时修集菩提之良 具圆满者 他们的功德圆满了 于十方面无量无数 随其所尽空无如来 那么他在修菩萨道的时候 在诸佛国土 各别厨世同时生活 应该是这样子 十方面无量无数的世界 随其所尽空无如来 这个佛菩萨他修菩萨道的时候 他知道 知道这个世界 要他成佛的时候 这个世界没有佛 这个世界是空的 空无如来 那么他在修菩萨道的时候 他也就是在庄严这个世界 使命这个世界是个清净 是这样意思 个别处事 虚空是无量无边的 所以里边的世界也是无量无边的 这位菩萨在这个地方成佛 那位菩萨在那个世界成佛 个别处事同时都可以成佛 不必要躲避 不需要 现在下面批询记 随其所尽空无如来诸佛国土者 为谁许希所修清净佛土的因缘 你在称佛之前叫做希 那时候你做种种功德的时候 你就来祝福来庄严这个世界 于无如来诸世界中 愿当独一献正等调 你希 你就是发愿 只有你一位菩萨在那里成佛 是这样意思 于彼有情为作导首 那个世界也有很多的众生 为那个众生做领导者 由是所言各别处事 于此方面现有无量无数佛土 各别为所依止 为所依止就是住处 由是得有同城佛义 可以同时在十方世界各成佛 而不是在一个世界成佛 由此大理多世界中决定拥有众多的菩萨 同时成佛地 下面第二课 成一佛土 一佛出世 这是成立的 分三颗第一颗标 决定无有一佛土中 有两位如来 俱师出世的 没这个事情 这是标下面是正 何一顾 第三颗是解释 分三颗第一颗 由愿正正 菩萨常业起如是愿 谁令正正 这个菩萨常业起如是愿 发了无上菩提心 修六波罗密的这个菩萨 常业 就是在众生的世界 众生世界就是常业 都是无名的境界 在这里面 起如是愿 他建立这样成佛的一个寺院 就是他已经知道 他要在哪个世界成佛 愿令随令正正 随着他发愿 他这件事就决定了 我看这个增长 这个字在这 就是决定的意思 俄当独一 于无量 于无导手 诸世界中 那个菩萨他在发愿的时候 他说 他当独一一个人 在没有佛的世界 导手就是佛 没有佛的那个诸世界中 我一说导手 在那里成佛 调伏有情令托众苦 在那里来度化众生 使令众生调伏烦恼 泄脱众苦 令波涅槃 使令他入于第一地 如是长夜所起大愿 谁令正正 使令他就决定这件事的 射受正行得逞满路 有了愿他就去广作六波罗密的正行 慢慢地就功德圆满了 无外如来于世界 就是中间 不会有两位佛在一个世界同时出现的 这是由愿正常 下面第二课 由辩有能 有意如来 于意三千大千佛土 仆能思作一切佛事 这个普遍的 他有这个能力 在这个三千大千世界 做种种的佛事 度化众生的 他有这个能力 是由辩有能 事故第二如来 除世 无所利益 这一位佛 诸可以圣印了这件事 所以再出现一位佛 就是多余的了 就是无所利益了 有意如来 于佛土 除现于是 令诸有情成办之意 即为持胜 即为随顺 这是第三个 由树成办 分四颗第一颗标 又一如来 于意佛土 除现于是的时候 令诸有情成办之意 他能够善巧的 教化众生 能成办他的圣道 叫做之意 即为持胜 这件事做得非常圆满 是非常的殊胜 即为随顺 而受教化的众生 也决定能随顺佛陀的教导 而这样用功修行的 看这个批评计 极为持胜 极为随顺者 这两句话 还有一个 有点不同 自他利品上说 里面说 菩萨与诸有情 种种众多利益事业 这个菩萨对于众生 有种种众多利益众生的事业 自有利能 既善安处 数化有情 很多很多利益众生的事业 这个菩萨有能力做这件事 现身说话 度化众生 菩萨有这个能力 做这件事的 既善安处 说话有情 菩萨也能善巧地安排 所教化的众生 比喻自私随顺而弱 所教化的众生 随顺他个人的根性 他去修行圣道这件事 随顺而弱 也能随顺菩萨的教导 能去修行圣道的 这就是在众生这一方面 能随顺菩萨的教导 在菩萨那一方面 能够善巧地 做种种的事业利益众生 这是两方面 如是乃明 随其所欲 随作成办 所作成办 这样子才叫做 随菩萨所欲 他的大悲心 大智慧的所欲 所作成办 他所要做的事情 一定把这事做成功了 乃至广说 菩萨要居二世 那一段文里面 还有更多的文 这里不多言了 一定居住这两件事 就是菩萨有能力 做教化众生的事业 这是一件事 也能令众生 能随顺菩萨的教导 这是又一件事 这是两件事 方于有情所作利益 名为赐胜 名为随顺敌 这是零本三十六卷四页 此说如来当之一耳 此说如来当之一耳 唯极究竟是其差别 这里说菩萨这样子 那菩萨也是这样子 菩萨是其中有差别 菩萨究竟圆满了 菩萨还不究竟 这是他的差别 何一顾 彼作事实 下面第二诗是真 什么原因是这样呢 下面第三课解释 分两课 第一课是正线 彼作事实 一切事件唯一如来 更无第二 彼作事实 这个是说 应该是佛菩萨所教化的因 他心里面这样四位 所以一切事件 唯有一位佛 更无第二位佛在这成佛地 要欲此土化事 这位佛在这个世界 教化众生的事业 要是圆满了的话 或枉欲方 或入灭度 或者他到别的世界 教化众生了 或入灭度 或者他入于地 异地 他说应归真 不现身说法了 这样子 我等何从当休凡行 这个世界就没有佛了 那么我去随时哪一位佛的教导 去修效圣道 就没人教导我了 我等何从当完正化 我们随时随时哪一位佛菩萨来听法 这个世界没有佛也没有菩萨了 如是这样思维以后 你发起身后欲亲精进 素修方 这样思维完了以后 就是佛菩萨还在这里 他就他心里面 就发动起来 身后的欲亲精进 特别的勇猛的精进 素修方 赶快的修校圣道 还有老师教导我 素文正法 我要赶快的 我要听佛菩萨说话 这是正弦 下面反称 要一佛土多佛出世 假设在一个世界 有很多的佛在这里出现世界的话 比喻所作不能受益 那受教化的众生的心就懈怠了 他就不用猛了 不会积极的用功了 这是反称 下面第十个节 故义佛土义佛出世 令主有情成伴自义 积为辞胜 积为随身 所以一个佛世界 有一位佛出现世界 这样子来教化众生 令主有情成伴自义 此令他成就圣道 积为辞胜 积为随身 不可以有两位佛在这里 一切如来 一切功德 平等平等 我有差别 这是第五是差别 前面说是平等 这边说差别 这一切如来 一切功德 这个差别分两个 第一个功德无别 三个第一个是标出释法 一切佛 一切的功德 都是平等平等的 此佛与彼佛平等 彼佛与此佛也是平等 彼此间是没有差别的 一切功德平等平等者 这个佛出现在世间教化众生 此佛的受量和彼佛的受量不一定是相同的 像阿弥陀佛在阿基督师也寿命长 释迦牟尼佛在说不实际生活寿命短 这个寿命不通 二者名号也不同 此佛名为药师佛 此佛名为阿楚佛 佛号也不同 三者是足性还是不同 足性也不一样的 四者是身相也不一样 你到阿弥陀佛国 基督师家阿弥陀佛广大 无边无量功德状元 释迦牟尼佛在这个世界是老必出现 这不同 一切如来与此四法有正见相 无量无边的佛出现在世间教化众生的 在这四种方面是有正见 有多少的不同 非欲功德不是 其他的功德都是平等的 不过这是在凡夫的世界 教化众生是这样说的 这下面 为出事法等者 如来受量 注舍自在 佛的受量 不要愿意注世间 就能注世间 佛愿意气舍走了 就可以走了 他是自在的 和凡夫不同 故有差别 所以是有差别 这就是要有度化众生的因缘 佛就继续住这个世间 如果没有因缘 佛就走了 这个地方有的差别 如来足性 或生婆罗门大果施加 或者生在查德里大果王家 故有差别 这足性有差别 勇舍行冒 使命行身相 谁同分身故 有差别 佛在到这个世界 教化众生 佛那个身相和众生 和所教化的众生 有相同的情形 所以 也就有差别 佛要出现在天的世界 那和天的众生 和阴间的众生 身相不同 所以佛要出现天上世界 那是又一样 世界与世界的众生不一样 或者佛的身相也就不同 那么这是化身 是这样子 下面第二颗 所余无别 分两颗 第一颗 标非女身 又非女身 能证无上证等菩提 这是标 下面是何一故 什么原因 一切菩萨 遇过第一无数皆是 一色女身 菩萨有三大额生七节 超过第一额生七节的时候 菩萨就不再受女身了 乃至安卓妙普得作成不为女 从来不会有限女身的 这个批准机 于过第一无数皆是者 为超圣 超圣解行地 圣解行地是出 圣七节 现在过了地亚生七节 就是过了圣解行地 已入敬意药地 就是得无声发言 入圣位菩萨了 入圣位菩萨的时候 决定不是女身 就是女人出家 学校圣道 她有个得了出国 她要死掉了 第二生一定是男人 在据神论上这么说 这地方有点差别 一定是 当然她有个是男人得出国 第二生当然还是男人 那么女人就是不同 女人得了出国以后 第二生一定是男人 就变了 一切母意性多烦恼 这什么原因是这样子 因为一切女人 她的心里面烦恼多 性多恶惠 女人也有智慧 但是那个惠是恶惠 非诸秉性多烦恼身 多恶惠身 能证无上证能不提 这是这个问题 性多烦恼 性多恶惠者 未必烦恼 恶惠 于所义中行成就 所义就是身体 在身体里面成就了恶惠 成就了烦恼 下边念下来 如是无上正等菩提 如说自性 这一大段 一共是分无可 如是第一段 就说的这个无上菩提的自性 应如是之 如说最圣 第二段就是七种最圣 应如是之 如说十种功德名号 随念功德 应如是之 这是第三课 第三课 如说出现 应如是之 佛出现世间 这是第四课 如说差别 这是第五课 应如是之 这就是把前面 这五课 重新在这里提 这叫做显略意 就是把那个大意再重提一遍 又此菩提 唯不识意 这是显圣德 又此无上菩提 是不可思议的 超过一切寻思道古 所以我们用寻思去思维 是思维不来的 所以超过了这个境界 唯无有量 无边功德 所集成过 佛的无上菩提 是没有量 没有边的功德 所组成的 是唯无有上 没有更高过他的 生成一切 身闻独角 记住如来 一切身闻人的功德 一切独角人的功德 一切佛的功德 都是由佛的无量无边功德 所发起来的 所成就的 是故为佛所证菩提 是最上最圣 最妙最圣 最尊 最上最尊 最妙最圣 看这批寻意 最上最尊 最妙最圣者 此中最上 节无有上 最尊者 节无有量 最妙是指什么说的 你皆不失意 最圣 你节前其一种最圣 这是把无上菩提这一刻说完量 我觉得这一刻说完 我以为你能够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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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